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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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剛下巴 該下班 該下班是什麼 我講剛下班 但是下班好時間 真的有人這麼準時5點下班了嗎 我以為正常上班族都會 強迫加班 對啊 屍體給我看給我看 他應該要長這樣的 結果 怎麼回事 最近若自己笑一直在那邊 有點有點什麼 命案現場 怎麼回事 好慘喔 他是我懷疑 他應該是從我耳朵滑下 就是掉下去 我戴口罩 就我脫口罩的時候 他就掉了 然後我就發現 他在地板上的時候就已經分屍了 我現在不知道他是 本來就已經分屍了 才掉下去的 感覺一定是掉下去的時候摔裂了 好兵潰喔 好兵潰喔 好鮮氣喔 我要去買那個 樹幹椒 然後把它黏回去 應該可以吧 感覺是跳樓的 他其實是誰我不知道耶 他就是 這是 這是Paco獎 然後 飾演白雪公主 那這個 Paco獎有 男生叫什麼名字 今天是太熱了 然後早上還有做別的事情 早上有上班 今天真的太熱了 但是 台南真的 比台北熱太多了 台北算什麼 然後今天 今天台北 體感 我沒有看 但是我覺得比台南 好很多 台南超扯的 台南是會乾掉化掉的那種 對 但是台北比較門 台南的風比較大 所以 就是拍照的時候 頭都會飄 頭髮都會飄 今天是頭髮軟掉的 雙丸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軟耶 是因為我剪短了嗎 就是 我 剪短之後 他有點上不去 你看 他就像軟掉的兩顆丸子 他其實也撐很久了啦 從早上撐到現在 冷氣 肺熱 悶死 我是不是不該開冷氣 蝦蝦 少女主 咻 啾啾啾啾啾 今天這樣子很可愛啊 在屏東上課 現在差點 哈哈 直接升天 我還沒有整理完 從那個 從台南回來的行李 所以他們現在一片殘疾的 在我的 就是我的 房間 嗨嗨 下午好啊 喔對 今天有喔 謝謝 海賊團帶640出行 又又 背盤 對啊我剛剛不是講背盤狼子嗎 不然我講了什麼 有從台南帶什麼東西回來嗎 嗯 我有帶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其實我也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但是 嗯 這個是 啊我沒有分到 好算 沒事 喔我最近開始把 拍立德收藏在拍立德本本里 所以我現在在把 這幾天有拍到的照片先收起來 怎麼知道好像少了幾張 嗯 我是不小心留在公司 那就是好吧 那我再去公司那 今天的天文真香了 我 欸有有有 夜風明月在嗎 夜 想問夜風明月在嗎 好像還不在對不對 不是王一家 我明明就有寫 是竹 我那個 一看就知道是竹竹拍的吧 怎麼可能是王導要求的 你們真是太不了解 太不了解這兩個人的個性了 是竹竹啦 兩個完全不同場景啊 不是同一個人拍的 海邊 海邊就是 海邊就是 就是王一家拍的啊 然後竹竹的 就是在那個很神奇 很神秘的 金 黑 白 色調的大廳 然後 然後對 我發現有人誤會了 覺得是不是王導 但是我怕 就是這樣會產生誤會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然後剛剛有人 有人 不是 怎麼會有標示不明確的問題 很明顯的 我以為大家會看得懂的 我去海邊是跟王一家 然後拍了那系列的大廳夜配飾竹竹 我想說大家會知道 對啊 我以為誰的照片很明顯 兩個人的拍攝風格很不同說 對都是以為而已 是我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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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 就是我要跟已經分享出去的人講一下 但是他好像也沒來 好啦 我以為 我以為很明顯 是我錯了 對啊 是竹竹指導動作 喔 海邊沒有 海邊沒有竹竹 海邊沒有竹竹 沒辦法 只認識面倒 哈哈 面倒很雷 面倒構圖很雷 應該是看不太到面倒的作品 不過手勢也看看 不缺手錶 你要看那個啊 你要看 你要看這次的穿搭 穿搭是主導的 竹竹的 竹竹的指導 這樣方還以為是憶雲拍的 好啦 其實是憶雲啦 ぉ 就是 對 我的 我的照片都號稱有故事 但是拍起來 那個構圖都是比較神奇一點 我在想 我認真的 我是真的 我這次 這次去台南 我覺得我應該要好好訓練一下 我的 我的那个拍照构图 我觉得我应该要去上手机的摄影课 大家看我一直在弄多东西 是因为我在收我桌上 从台南 从台南撇回来的行李们 然后呢 对 我现在基本上呢 就只能仰赖我的各方 各方朋友出厂好照片 怎么办 我的那个 我的照片质感很好 但是我觉得每次跟人家出去玩的时候 都没有帮人家拍出好照片的话 我会觉得很沮丧 两个刺激书 怎么办呢 应该有应该会有那个吧 手机摄影课 今天的耳环是吹泡泡了 然后今天一堆成员跟我讲说 他们讲什么 不是吹泡泡 不是吹口香糖 他们讲什么 他们讲什么 你们觉得像什么 你们觉得像什么 今天每个成员都误会成另外一个东西 除了吹口香糖都误会成什么 小丑 鼻子 我忘记了 今天有两三个人跟我讲一个很神奇的 很神奇的 就是他们看了这个 然后他们都说像 像 还是吃什么 我一定忘记了 反正他们都讲了一些很荒唐 然后我觉得 完全不像的东西 对 哦对啦 奶嘴 奶嘴 对 他们都说 他们都说 诶 啊你那个耳环是含奶嘴 我说 不是人家是在吹泡泡泡糖 看不出来吗 这个有下半身的 我觉得 其实加在一起是挺好看 但是 他现在可能是 他现在可能有点残疾 所以 不是奶嘴 他不是奶嘴 对 他就是分尸了 那不然我的 他的下半身借你清一下 对啊 刚出门 刚出门就断掉了 有过难过 我都还没拍完 哈哈哈 又可以装心的拍一个底片 我这次 我这次出去拍了20张 然后 有一些被其他朋友给 用 拿走了 我拍了其他人 阿尔克芭蕾 那我的奶嘴 守护着那场 想说怎么一颗头 这是设计啦 就一边有下半身一边没有 这是设计感 你没丢到垃圾桶里面 阿拉 好的 刚刚有人问我 带了什么 我带了伴手礼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熟悉的东西 它就是 台南的 台南的碰饼 但是这个是 它说有 有黑糖 白糖 桂圆梅子 蜂蜜黑枣 然后我买了黑糖跟白糖的口味 阿在那个路程当中 有一些碰撞 有一些已经爆开了 然后 这个是 林玉云推荐 她说 她妈妈 很喜欢吃这个 然后她就买了很多很多回去 我看一下她有教吃法 将腐饼 腐饼的面挖一个小洞 然后 加一颗生鸡蛋在腐饼里面 然后倒扣在麻油姜片的锅子里 双面小火慢慢煎 就会融合香甜的糖餡 外脆 内软 好吃的点心 太高纲了好不好 林玉云教我的方式 直接吃呢 你确定你要这么麻烦吗 林玉云说直接吃 她就说 这个 这一面 然后敲碎 然后就可以一片一片 然后里面有糖餡 这个是黑糖的 然后这是白糖的 她说白糖就是麦芽 糖的口味 然后我就只买了这两个 碰饼挺好吃的 我之前跟家人去台南的时候 从来没有看过她们 买碰饼 所以 其实我不知道她们吃不吃 然后我就想说 不管了 就买了 反正 就当伴手礼 她们不吃的话 我 我就 我 我就不能怎样 听起来好有趣耶 没看过 黑糖的比较香 但是我想说我很喜欢麦芽糖 所以我想试试 哎哟 登倒了 我想试试看麦芽糖的口味 不吃我就 我就自己吃掉 两颗还没回家就没有 我没有 我不只买两颗啦 我各个口味买了三颗 也没有 就其实也就 也就两个口味 其他的我没有想要尝试 而且 它碰饼就很大一袋 然后我怕撞碎 所以我就 买这样小小一袋 结果路上还是碎了 还有买什么啊 伴手礼好像没有买 什么伴手礼耶 我好像只买了这个 然后 带回来 好像没有耶 我们去台中还很荒 很 不是台南啦 我们在台南还很荒唐的 居然去了去城市 哈哈哈哈 我没有带什么特别的 伴手礼 没有 我没有在台南乱买东西 台南 我们基本上都在吃东西 没有去逛什么 食品店 我跟你说 我们原本 我们原本第一天要去逛 没有计划要逛零百货 可是因为 早上 我们是下午 一点多到 结果第一场 就先去排了合床甜点 大家今天有看到我们 限动有分享 我们去合床甜点 然后 我们排了 我们走过去花了20分钟 然后排队花了半个小时 所以 差不多一个小时 就这样子过去了 然后 进去吃之后 进去吃东西之后 又差不多花了 一个小时半 然后我们就去看僵尸 对 一点多抱怨 我后来发现 我错了 就是 我不该 我们不该下午去 欸我 可是你知道吗 零百货 我一开始没有特别想去 然后我回来之后 一查才发现 还有很多 就是 刚刚有人说自创小五 就是比较 平常不会市售的东西 像是这种手作的东西 然后听说还有很多 比较 传统艺术的 东西 然后 对 顶尾有一个小神社 然后听说现在还有一个拍照的是什么 类似馒头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在上面有助力起来 哦 然后 反正因为当天我们去看完南美馆 然后一直 就是 南美馆四点半的场吧 然后我们一直在那边逛 跟拍照拍到六点多 然后我就很饿 我就受不了 我就跟林云说我想吃东西 可是他那时候没有很饿 那反正我们就因为要吃东西 所以就直接先杀去大冬夜市了 所以我们就略过了零百货 可是第一天的行程就不会再往回走了 很饿 我觉得很饿 因为早上只吃了甜点 我们本来第一天预计要先去吃牛肉汤的 结果不知道 不知道 何尝会走这么 有一点点距离 这样走过去 我们原本算起来是15分钟左右 但是走过去20分钟 大家排队半个小时 就一个小时多就过去了 对啊 甜点是第一天了 我们的限动会乱跳 因为我们都是回来了才发的 哈哈 我们会慢慢发 如果要彩点的话 可以慢慢来 老鼠是今天 老鼠是今天 你们这样讲完 好想去 有一点点后悔没有去零百货 对啊 我觉得 听说台南的公车算方便 但我也觉得还好 你不要那么快去踩点 我们会慢慢发的 照片我说不定半年后才发 人家说台南的公车算方便 人家说台南的公车算方便 然后 我也觉得 基本上台南就是要骑摩托车 因为 我跟林依云都不会骑车 所以我们 算是 全程 除了 计程车以外 都是用走路的 啊!扭特 我跟你说 扭特PKP 好 叫你扭特PKP 反正呢 就我们这次去台南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有饭骨的展 在台南的星光山院 但是最后 最后我们没有去 有一点点心动 我们都走路 就是几乎 只要是距离在 二十分钟之内的 我们全部 全程用走路 然后但是因为 这太热了 所以有一点点崩溃 而且走路好 好有点浪费时间 因为我们这次有两个人啊 我们两个人 要都共同有兴趣的东西才去跑 我下次再看看 我们有没有机会再去台南 然后他有没有机会还在 我不知道耶 反正我没有去 所以我也没有差 对啊 有我们 我上一次 新年的时候跟家人去 然后我们就全程是用行车的 基本上 我们就是东区 冲到中西区 然后中西区 发现东区有什么 我们就再骑回去 每次去台南都被说 你们台北人走这么快吗 对啊 欸我跟你讲 台南其实很远耶 地图上看起来 他们都说就是感觉很近 结果走起来 其实都还蛮远的 对啊 该考驾照咯 好 不行 林雨云绝对不放心被我在的吧 好哟 志鸿先去下班 我基隆住习惯 我原本就觉得走路应该是很OK 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天气的问题 因为如果不是这么热 太阳这么大的状况下 我觉得走那一点点还好 因为实际走过去说 真的也才20分钟而已 走路20分钟的路程 我是蛮可以的 毕竟基隆几乎都是用走的 可是这太热了 基隆不会热成这样 开车骑车要先通知路上的朋友哦 所以啊 我就是因为没有骑车 所以没有先跟大家讲 我到台南了 台南的太阳走起来很崩溃 超级 真的超级热的 而且因为 我们去的头跟尾带着行李 然后带着行李走路 真的是会死的那种耶 开车啊 台南开车好像也没有很方便耶 我感觉没有看到很多停车的地方啊 但是反正我们这一次的行程 最主要是去南美馆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南美馆要不要 这么快就回台北 我跟你说 我们的前面一天呢 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多 然后就是再回来的那一天呢 早上八点 九点 九点就要工作 所以基本上 我们已经是去头去尾浓缩极致的去玩一天了 玩两天 玩两天 唯一我后来回来之后有一点后悔 就是我们第一天太晚下去了 谢谢光婷 让我带你飞 飞起来 掰掰 而且我跟你說 真的 我們這一場呢 台南完全就是美食之旅 好 先撇除南美館好了 我想先跟大家 詢問一下 請問你們有去過台南 或者是本身就是南部人 有沒有推薦的牛肉湯 我們原本有就是做功課 想說下去吃很熱門的 什麼文章牛肉湯啊 之類的 南美館是什麼 中途有經過家業 而且好快 阿彩特劍 喔喔喔 羚羊 然後呢 然後呢 還有什麼 巷口那間 在市區外 市區外有點難去 有點難去 南美館 南美館那邊 喔 南美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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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 要找一下名字 都沒喝過湯 我跟你們說就是我 那個新春的時候 就是我今年年初 跟家人一起去台南 然後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行程也是有點趕 就是反正台南地很大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好像 試圖要去 那個石谷吧 石谷文化村 結果我們就比較 趕 想說那就 隨便台南的牛肉湯應該都很好喝 然後我們就去了 飯店附近的牛肉湯 阿我覺得很不行 就是我自己覺得很不行 因為它那個就是牛肉湯 它那個牛肉就是有點鮮紅色 鮮紅色 然後那個湯喔 我覺得就是有一點微微的心 就是 我覺得湯至少比肉好 但反正我就覺得肉太深了 可是我牛排是吃五分的那種 反正就是我覺得那個牛肉 因為看起來紅紅的 我就覺得很 很不行 然後反正就大人阿 點了一堆菜阿 我就沒有很捧場 沒有人在排隊 沒有人在排隊 反正我就覺得還好 我就想說可能牛肉湯就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菜 然後這次下去呢 我們就吃了 安平附近的阿財牛肉湯 可是其實我們原本是要去市區吃那個吧 文章之類的 就是很火很紅的 然後後來是因為時間真的太趕了 我們就決定在安平古堡附近 就是找有被推薦的牛肉湯 反正就看到阿財 然後因為 有 欸沒有我們沒有去神樓 我們去國華 正 國華那兩條叫什麼 一家叫什麼 一條叫什麼 反正就是 那個 真的嗎 文章當地人沒在吃 可是我朋友就說他也推文章欸 他說他覺得文章是真的好吃 但是人很多 所以文章附近還有一間分店 他就說他其實推薦大家去分店吃 然後 就是我們去吃阿財 你推薦阿蓮 我朋友說他推薦文章跟阿棠 我不知道是哪個棠 我沒有問清楚 那反正 我們就去安平古堡附近的阿財牛肉湯 在那個安平老街那一條 然後隔壁就是 我一直心心念念 上一次新年的時候就沒有吃到的 想見你的北藤櫃 對 就我去採點了那個 許光漢的秘密的店 對啊 是秘密的秘密的店 甜蜜蜜的蜜 吃很多次阿玉 阿玉跟什麼 阿玉 我決定要去試試看 下一次如果有機會去台南的話 我要把號稱好文章牛肉湯 然後阿玉是不是 阿蓮 剛剛還有說什麼 阿蓮是認真的嗎 阿蓮也是牛肉湯嗎 我有採點 我覺得 秘密那一家北藤櫃 跟我在高雄吃到我覺得很好吃的那個那一家一樣 但是因為我這次去台南 連續吃了三家還是兩 三家吧 我好像吃了三家的北藤櫃 我知道了 我沒有去吃三家 我吃了兩家 但是因為我前幾天在基隆也吃了一次北藤櫃 所以我就 嘴裡有各種口感的白糖果 我覺得 好吃是好吃 但就是沒有特別 沒有很特別 然後後來 吃了那個 有一家叫做林家北藤櫃 我覺得林家北藤櫃是我吃過最 所以口感最特殊的 他就是 所以 所以阿蓮在高雄 那 因為我剛剛有問南部對不對 但我說台南 就是台南的 台南的話推薦什麼 文章阿玉 結果我朋友講阿堂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再問他好了 謝謝富外公 請問今天上班嗎 叫阿滿 哈哈哈哈 怎麼阿來阿去 好多牛肉湯都阿阿阿 然後 喔 我們去吃了 林家北藤櫃 算是 很神奇 他就是 他是 一開始是那種很 很酥脆 然後很大 他一條 正常北藤櫃不是一條 這樣子嗎 就長長的 就是正常的那個 好 我不要亂形容他 反正他就是一條 長長的這樣子的北藤櫃 這是正常的白糖果 然後 我們在林家吃到的 他是這麼大塊 他就是炸的酥酥脆脆 然後長得很像雙胞胎 然後外面裹滿了糖粉 就是 很像我們那個炸的雙胞胎 然後我一開始就吃一口 哇 超脆 可是因為就是很脆很膨脹 所以他裡面 北藤櫃裡面是那種麻糬的口感 他裡面的麻糬餡 就離那個外面的皮很遙遠 然後我就覺得很像吃 我就覺得很像吃 不是炸的雙胞胎 然後裡面夾了麻糬 味道很微 不是 口感很微妙 沒有硬 他是脆的 外面是脆的 然後就是那種 薄皮脆脆的咬下去 然後裡面是麻糬這樣子 可是他外面的糖粉滿好吃的 我一開始就跟林雲說 嗯 我覺得林家的可能 not my type 就感覺不是我的菜 結果後來我們逛了 逛了一整個下午 在安平那邊 然後就坐下來吃牛肉湯 喔 我跟你講我為什麼大推阿禪牛肉湯呢 因為 阿禪牛肉湯 冷氣超冷超讚 那個我一坐進去之後 我心情超好的 然後我就開始說 林雲我們來拍影片 我們來拍照 好開心喔 我們可以再點各多東西吃嗎 我覺得這裡環境非常好 因為他冷氣很涼 所以心情好開心喔 然後呢就我們到阿禪牛肉麵 對 他還有紅燒牛肉麵 但我們沒吃 就是阿禪牛肉湯做下之後 我就把早上的北藤粿拿出來吃 然後 剛剛有說嘛 林家的北藤粿 他就是軟掉之後 就是變小 他就是原本碰爬嘛 然後冷掉之後就縮小了 就變成了正常的北藤粿的大小 可是 我之前在基隆吃的那個北藤粿啊 我只是放了15分鐘 他外面的糖衣 就是他外面的糖粉 就全部融化了 然後就黏黏勾勾的 有一點點噁心 就是我說北藤粿放久了的話會很噁心 但是林家那個阿 我們坐進去吃之後 然後就再把我們的北藤粿拿出來 就全部縮小 可是糖粉居然都還一粒一粒的 就是完全沒有結成 就是一坨狗狗 但是我們中間已經 去了很多地方了 就是安平古堡我們又拍照 然後又逛逛這樣子 然後還去就是 還有玩很多什麼的 反正就是 居然沒有融化掉 超厲害的 超厲害的 然後我就抱持著 覺得還蠻生氣的喔 就咬了一口 原來 它好吃的地方是冷掉之後 我覺得它冷掉之後超好吃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在 阿彩牛肉湯裡面心情很好 我那時候真的心情超好的 它沒有很冷 就是一點點餘溫這樣溫溫的 然後就是軟 內側已經軟掉了 然後外面的糖粉剛剛好 我也覺得應該是台南不潮濕 就是可能在北部 北藤粿一下就糊糊軟掉了 就有一點點噁心 就是在北部可能要吃很快 我有去到三二唱片行嗎 我 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已經去採過三二唱片行了 但是因為年初的那個時候 原本三二唱片行那一間 就不是唱片行 它是一個逃逸的工作室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已經倒了 然後我就想說其實那附近 也沒有什麼可以吃或逛的地方 我就沒有逼010去了 因為我原本想說 再帶它去採我們所有能夠採到的 想見你的點 像漁光島之類的 可是漁光島真的就是純粹看沙灘 然後看海這樣子 阿彩湯超好喝 剛剛有人說阿彩還好 但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我上次吃到的 那個牛肉湯真的是太讓我失望 所以這一次真的是很符合我的胃口 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家 我們家家人在新年的時候 都會做一個什麼 芋頭牛腩湯 然後芋頭 阿彩的牛肉也很讚 等一下建議吃牛老大 好我先記得 反正呢 就是那個我們家家人都會做芋頭牛腩湯 然後我媽媽算是一年一度才會展現一次手藝 但是主要是 我記得牛腩湯最一開始是九九開始做的吧 我很喜歡吃的是九九做的嗎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們兩個人煮起來的味道是一樣的 我覺得超讚 就是那個牛腩湯呢 它不是一般的那種煮完牛肉的香 它會有牛腩的香甜味 然後 芋頭會化掉嗎 不會 它不會變淤泥 它就是芋頭 但是我不太吃芋頭的人 我過年都會至少膨脹吃一個 但是就一個 就不會吃太多 但是那個芋頭牛腩湯真的超好喝 然後反正阿彩的牛肉湯呢 它的湯底就很像牛腩香 超級好喝的 就是牛腩的香味 然後它的牛肉呢 我覺得它基本上應該是 就是用高湯蔥 所以它蔥下去它的牛肉都是有點Q軟 但是不會太熟 但是沒有紅色 它就是很正常的牛肉片的顏色 可是很讚 就是我覺得吃起來口感有一點點像溫體牛 聽人家說溫體牛更好吃阿 就是我台南的朋友跟我說 你不如去吃溫體牛 但我就想要去試試看牛肉湯嘛 然後反正 它就是 那個肉片超讚的 而且我覺得還蠻多的 我們吃小碗的 然後 牛肉片很多 可是 我們要走的時候 我們才聽到老闆娘跟其他做說 可以阿 可以續湯 走之後 我們就直接坐在裡面喝飽 牛肉湯不就溫體牛 不一樣喔 一不一樣我不知道 因為 溫體牛呢 主要 貴在可以自己算 你知道嗎 我知道 牛肉湯它本來就是 生的牛肉這樣沖下去高湯 然後讓它變熟 可是 我朋友跟我說 牛肉湯呢 它可以自己去 就是燙自己喜歡的熟度 也有 不是溫體牛的牛肉湯 也有 我嚴重懷疑我們上一次 好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上一次新年的時候 吃到的是什麼牛肉湯 那 真的是難怪我那時候沒有捧場 還好我後來吃到了很好喝的牛肉湯 南部都給它直接一個續爆 我們不知道可以續 超難過的 可惡 然後反正我們就沒有續到 可是 我那天因為 下午了 我真的很餓 我就點了 牛肉湯 炒高麗菜 然後還有凌云 逼我吃的牛舌 就是我跟凌云的口味差的有點多 它都會點一些很神奇的東西 什麼滷味會點脆腸 然後 就像小菜點的牛舌 啊可是 我既不吃牛舌也不吃脆腸 然後 雞腥啊 之類的我也不吃 就是肝臟類的我都不太愛 牛舌聽說很好吃 沒錯 可是 有些店家的牛舌會脆脆的 然後我覺得脆脆的口感 有一點點噁心 這樣子 然後 我不喜歡 可是阿柴牛肉湯的 脆腸 呃不脆腸 牛舌 它的牛舌是Q的 它很像比較厚一點的牛肉 然後有一點Q不脆 然後因為不脆的關係 所以 我覺得很棒 它如果脆脆的我就會覺得很餓 它不是脆的 但是 不是因為它不脆 然後我覺得好吃 它其實不好吃 就是 你懂嗎 就是我覺得它好吃 說不定你們覺得不好吃 就跟我覺得賣香奶茶很好喝 但是主要是因為它不像奶茶 有些人就說它不好喝 所以呢 因為我有帶林以雲 林以雲說那個牛舌呢 是好吃的牛舌 它覺得很讚 但是因為它不脆 所以我覺得它很好喝 喔 不是 很好吃 糟糕了 今天神志不清 賣香奶茶好喝 主要是因為它不像奶茶 而且它不會讓我頭暈 牛舌的位置不同 口感就會不同喔 對啊 所以我吃牛舌 我難得的跟牛拉雞了耶 我這輩子好像 沒有多少機會跟牛拉雞喔 我這次有吃了三塊吧 所以我至少跟三隻牛拉到雞了 應該有吧 還是 還是 還是其實牛的舌頭很大片 所以我說不定是跟同一隻牛拉到雞 跟同一隻牛拉雞三次 超大片的啦 一條舌頭可以做很多片 雖然說 平常肉食的 就是肉食主義的人 都會一直吃 就是我覺得 就是小時候沒碰到 因為 你們知道我除了 雞牛豬以外 鴨肉 羊肉 羊肉 還有什麼 通常大家還會吃什麼 羊肉 鴨肉 什麼的 我幾乎都不吃 喔 鵝肉我也不吃 但我覺得有一個原因 鹿兔肚肯定是不行的 反正就是因為我小時候 就沒有碰到這些 就是我小時候就沒有吃過 鵝鴨 鵝鴨肉 剛剛說什麼 鵝肉 鴨肉 羊肉之類的 然後就是長大之後 就會有一點 從心理排斥 我覺得是 這純粹是一個心理的現象 因為 你知道牛的部分 就是牛肉很好吃嘛 然後我也會覺得 雞肉很好吃 豬肉很好吃 但是你只要認真一想 就是 比較寫心的畫面 我突然就覺得不行 所以我之前有一點排斥 但是吃牛舌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你們一直講牛的舌頭 一直講牛的舌頭 我就會想到畫面 然後就覺得好像 有一點不可以 但是說實在的 其實就 每一種 每一種部位的肉 就是都是一樣的 但是就小時候沒試過 所以 長大之後會有一種排斥感 可是羊肉真的是 有的羊肉很好吃 有的就真的不行 我前陣子跟 就是我前陣子去吃火鍋 然後就是有一些火鍋 它就是 會有那種 高級羊肉 就是跟你說 它絕對沒有羊燒味的那一種 然後就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喜歡吃羊肉 但反正因為那是貢鍋 它就是那種很大 有點類似石頭火鍋這樣子 然後就是所有人就是 算啊算啊算 然後羊肉最後才下去 結果 我就有自己 算幾片牛肉下去 然後聽說呢 他們號稱 那一鍋裡面 應該多數都是羊肉 所以他們就覺得 我一定有夾到羊肉上來 但是我就吃了也沒感覺 然後還說很好吃 所以 我說不定 可以吃沒有羊燒味的羊肉 但是我覺得牛肉跟羊肉對我來說 口感沒有差啊 為什麼要吃羊肉呢 那就吃牛肉就好啦 有些人就是 不喜歡羊燒味 我不能吃羊燒味太重的羊 可是如果羊真的沒有羊燒味的話呢 我就可以 但是有人說 羊肉的那個優點 好吃的點 就是有那個羊燒感 羊肉溫補 羊肉比較柴 沒羊燒味很簡單啊 高羊就不太會有味道 真的喔 反正我對羊肉是沒有什麼 研究的 我記得之前 我們 我光是 國中喔 就有好多身邊的同學 喜歡吃羊肉 我記得就有 兩個同學 我們常常一起 就是補習 要去補習班的時候 可能大家就會去吃那種小火鍋 他們一定都演羊肉鍋 然後害我就沒有辦法跟大家就是搶其他人的肉 因為我不吃羊嘛 然後 可能 我們之間就是 點牛的 點豬的 就會互換幾片肉吃 然後 我就沒有辦法吃羊肉 我就很生氣 他們造成了我的晚餐選擇變少了 有羊肉 非組合 我也會選擇點羊肉 好吧 那就是 沒關係 反正我覺得 不吃羊肉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損失 但是我確定我鴨肉真的不太愛 因為 我覺得鴨肉的味道我真的不行 你們知道之前有那個 我不是跟大家介紹那個很好吃的 拉麵店嗎 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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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家很好吃的拉麵店叫柑橘 然後它有分三種 分店 一種就是 要排很久的那個 薑母鴨的話 我本來就不吃鴨 但是薑母鴨的薑 跟薑母鴨的母 薑母鴨我有一一點點不會吃太多 我可以吃但是我不愛 烤鴨可能比鴨肉好一點 對就是柑橘 柑橘沒有 柑橘不是全部都是鴨肉 它是不同分店 就是一般的柑橘跟柑橘的鴨蔥還是什麼 然後還有一個是魚的鮮魚的一家分店 有三間 然後因為我之前就覺得柑橘人排太多了 連外帶也等不到 所以我就點了鴨蔥的那個外送這樣子 然後我就吃了一次柑橘的鴨 我上次有跟你們講完 然後結果被罵很浪費 好 對我有點浪費 反正因為柑橘的那個鴨肉呢 其實很香 就是 把它想像成牛肉的話 它就是 一片一片一片 然後還蠻多片的 沒有很厚實 但是有一定的厚度 然後顏色光澤很漂亮 就是一點點血 但是外面是熟的 然後裡面一點點生 感覺就會是很好吃的肉 但是柑橘我那個鴨肉 我真的是 它大概給了六片左右吧 然後我真的就是 硬著頭皮吃了三片 我就放棄了 因為真的不是我喜歡的味道 就是鴨 我知道它就是鴨味 可是好多人喜歡吃鴨肉 像是有什麼鴨肉飯鴨肉飯對不對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什麼 便當店的通常都是鴨肉鴨肉很紅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鴨肉跟鴨肉有特別好吃嗎 那叫什麼 港式燒辣嗎 但是我燒辣都會點叉燒之類的 鴨肉飯好吃 好吧 我 事實證明小時候要讓小孩多嘗試 不然就會像我這樣 從打從心裡的排斥 我不覺得我從小就吃的話 長大會討厭成這樣 燒鴨 因為口感跟味道是差了蠻多的 嗯 鴨肉比較少見 鴨肉 我之前有看過那個 就是他們是那種港式燒辣店 然後我就有看到燒辣店有養一隻 鵝 然後好像是寵物鵝 就是他們是把它養在店前面這樣 但不是好幾隻的那種 就是 不是明天就會上菜的那種 就是看起來真的是店鵝 然後我就覺得 有這麼一點點 的血腥故事 每天都看到自己頭髮在桌上的 但是我覺得很可怕 就是 我到現在 我有點忘記它是鵝還是鴨 反正就是鵝或鴨 然後它是寵物 就是寵物 真的養在店前面的 結果呢 它就是養在 它就是放在他箱子裡 然後因為鵝還是鴨 不知道 反正就叫它鵝鴨好了 鵝鴨蠻大隻的 它就是可以自己跳出去那個箱子的 反正因為燒辣店嘛 反正他們附近 所有的食物店 我覺得都能合理的 小吃店一定會有蟑螂 然後反正我就看到一隻蟑螂 它就爬進那個 那隻鵝鴨的箱子那裡 然後 鵝鵝就看著它 下一秒就當自助餐吃掉了 新鮮獻仔 神聰狼 所以你們以後還要吃鵝或鴨嗎 有一種 蹦卡翠的感覺 來來來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吃嗎吃嗎 買一送二喔 就還可以吃到 有沒有 還可以吃到那個 新鮮的蛋白質 那個香味 等等吃鴨肉飯好了 對 我也不知道其實我平常會吃到什麼 肉鴨肉鵝是餵飼料啊 這啊 可是 就是那隻我不知道 我很意外 為什麼會在燒辣店外面 養寵物鵝或鴨 就是都是一個很神奇的行為 新鮮juicy 好了 反正我就是親眼看到一隻蠻大的蟑螂被這樣吃掉了 而且我還看到他咬在嘴裡的那個畫面 就是 這樣子 然後那個頭跟尾 都還在外面 然後他就 大家能夠想像那個感覺嗎 我在 我今天特別開這個時間 就是因為這是一個吃飯時間 我想說大家可以配飯吃 大家配飯吃了嗎 哈哈哈哈 我太震驚了 我看了很久 因為 我就想說 那隻蟑螂爬進去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不會被趕跑 我想也沒有想到 是卡崩萃的這個故事的結局 所以我看著他把它吃掉了 還好早就吃完了 餓了是吧 餓了是吧 平常都喜歡吃卡崩萃是吧 還好吃完了 這個時間吃完了 那我在想我晚餐要吃什麼 我這次去台南 其實吃到很多耶 我有去吃那個 就是大東夜市 我上一次回來 有跟大家介紹 他們有個泰式樂沙麵嗎 那家真的超好吃的 我這次推薦林奕雲去吃 然後林奕雲也說很棒 對 那個字到第一個字怎麼唸 再教我一次 我又忘記了 以前養牛的時候 也是看 看到他躺在嗯嗯上面 基本上牛呢 嗯 牛的餓餓很難避免吧 你知道很多人養狗狗啊 狗狗也會 狗狗跟貓咪 然後有一些貓會喜歡 躺在貓沙盆裡面 就跟你的扁扁近代支持這樣子 樂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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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沙海鮮嗎 我們點牛肉 但是我看很多隔壁的人都點鮮蝦 可是我們不點鮮蝦 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不想剝蝦 我覺得那個很好吃耶 沒有 跟咖哩菜不一樣 剩下小小的豬牛 豬 豬 豬 就是他的味道我覺得有因為台灣人的口味 然後變淡一點 就是沒有那麼重 那個泰式香 那個泰式香料太重 我會沒有辦法接受 掰掰 冰魚see you 欸我今天應該不會播太晚 禮單來說應該會在六點半前結束 因為我還想去吃點東西 我想蜜點食 老闆念對 念 念對啦 一般很多人念 Laksamen 就是 他的英文是Laksa 就是L-A-S-K-A吧 Laksa 欸 L-A-S Lak 欸 不是 Lak L-A-K-S-A Lak-S-A L-A-K-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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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 香茅的 喔香茅的味道我可以接受耶 但仿在那個Laksamen我覺得很好吃 是大東夜市最推的 然後呢 跟大家介紹 我上一次去Haul的雪奇冰 哇 遇見你遇見愛 喔 它是飛出來嗎 就是從手機螢幕裡出來 那個就是有一種我們從手機螢幕裡飛出來的感覺 那我試試看 我要出去囉 準備好喔 我要把手伸過去了 謝謝夫婉哥帶我去流浪 我才剛從台南流浪回來 欸 可是我真的覺得去台南 坐高鐵好快 我之前一直覺得台南很遙遠 然後這次因為來回都坐高鐵 而且你們知道學生票從南部坐上來 打五折嗎 打五折 超級 我覺得真的是太優惠南部上來的人了 學生票很棒 手來吧 超時空握手 就是從南部回來的話我們是打五折 可是它是看時間點好像是很早跟很晚的時間 所以我就 我們坐了滿晚的高鐵回來 六七五而已啊 好啦 其實相關有點歪了 就是的確還是算貴 就是我覺得高鐵這樣花下去 我們這樣來回也是花了 快兩千塊吧 高鐵 純高鐵的話 又是雪奇兵 我覺得大東夜市那一家雪奇兵真的算好喝耶 因為我們第二天去試了其他就是在路上隨意看到的雪奇兵 真的沒有大東夜市的那一家的雪奇來的古早味 那個雪奇兵很像 很像 那個叫做什麼 冰淇淋汽水 我還是有學生優惠的 雖然休學 可是我們的學生卡都還是能用的 只有學生悠遊卡的功能被停止了 是不是嚴格來說就是不能用了 但我是學生的吧 我應該 我應該是學生的吧 我還是學生吧 認證不認人 好啦 就是反正 我們的學生又有卡會被停止 但是又有學生證不會被收走 所以 我就是有一點點不要臉的使用了學生的優惠 抱歉 笑出我的註冊章 主要是現在大學很少有註冊章 所以基本上他們都會認了 就是你只要還是有這個保留學籍 他就會讓你使用學生優惠 講的還像學生證上就可以吧 我之前 在基隆的時候 都覺得學生證優惠還好 就是沒有差很多 欸不對啦 不是我是說覺得我在台北就沒有差很多 原因是因為客運 就是我從基隆到台北 客運是沒有打折的 所以我就覺得學生證沒有差 然後 後來認真的發現就是買展覽的票啊 或者是買那個 有什麼有 就是像高鐵 但我不搭高鐵嘛 然後還有什麼 其實基隆的公車也有學生優惠 我不知道台北市的公車有沒有學生優惠 就是如果不買那種票 就是不買高鐵台鐵跟展覽 或者是什麼 娛樂園 基本上學生證沒什麼用 那因為之前就住基隆 所以我很少跑台北去跑展覽 現在最近就長去一點 像是那個學生證 之前學生證買的電影票 是不是也有便宜啊 我記得我在基隆的時候 有出事過學生證買票 電影票差很多 我覺得基隆看電影超便宜的 台北看電影隨便都好貴 雖然說那個 秀泰本來就比較便宜 金站那個叫什麼 威秀 威秀本來就比較貴 然後秀泰就是比較便宜一點 所以 而且基隆只有秀泰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 台北的電影物價好貴 之前有 之前在基隆的時候 常常跑去那個 西門有一家 喜... 喜滿客 喜滿客 喜滿客絕攝影城 喜滿客超便宜的 學生票都半價 對喜滿客 但是喜滿客的那個 聽 他的聽就感覺比較小 有嗎? 新北沒有比較便宜 我就是發現 來到台北 這一塊之後 就是電影票的價差很多 我記得之前是去看霸王別姬吧 然後那個價格就嚇到我了 好像看一場400多還是多少 但是在基隆看一場電影 以前大概240吧 拜拜 上班加油 我待會也要去上班了 400要IMAX吧 我記得上一次 啊還是 應該是霸王別姬喔 我記得應該是霸王別姬 3-400 蠻貴的 我就覺得很高 很高價 但是因為霸王別姬場次很少 然後他是開那個 數位 數位加強版嘛 他就是霸王別姬 他整個是整體畫質有加強 還是有特意送東西 沒有 我記得我之前去看你的名字的時候 好久了 然後也是從基隆下去台北看 然後很貴 可是應該是因為我同學有買那個爆米花 我記得一張票 好吧 他就是有買食物 爆米花還是飲料吧 一張票要600多 可是 為什麼要來台北看電影 拜拜 試試補習加油 新北比較便宜 一張300塊 套票吧 爆米花超盤的呀 我覺得真的是爆米花超盤的 我上次跟 我上次去看那個 欸 那家叫什麼 呃 我們去看那個 獨行蝦 我們去看TopGun的那家叫什麼 嗯 在西門 突然忘記叫什麼名字 大影廳 很大 叫什麼 反正就是我們那天去 那個啥 就是去看 國賓 對國賓大戲院 耶 國賓大戲院 在西門的國賓大戲院 然後剛剛好 我們算是 就是4點多那一場 就是最符合我們想去的時間 然後剛剛好是最大的那一場 就是國賓有一個戲院很大很大 然後 好像說可以做到700人吧 超級大超豪華 我沒有看過這麼大的劇院 他很像那個最近在 就是威秀附近 信義威秀附近又開了一間威秀 然後 我覺得很微妙 因為 沒有看過那一間威秀賣票 然後我上次去看的時候 是被邀請看那個 對對對對對 松人 松人的那個影廳 然後他平常是有售票的嗎 他真的也很大 我覺得跟那個700廳的差不多 700人的那個廳差不多大 感覺啦 視線上面 因為 那一場是公關嘛 我是去看那個 怪獸 的第三集 然後那一次我就覺得好大喔 可是我不知道 有松人 這個電影院欸 那天本來要去看國賓那一場 來啊 怎麼沒來 我覺得觀感很好欸 應該那個 螢幕真的太大 而且聽說那一個廠是 他不是IMAX 但是好像是 我不知道他是加強哪個 我忘記他是說 就是那個螢幕特別大 還是聲音特別立體 我不記得了 反正就是 我覺得視覺上的享受很棒 God Class可以躺著看 遼闊的視野 劇目 對啦對啦 ATMOS劇目 那他應該只是純粹的很大而已 螢幕很大很大 然後我們做蠻中間的側邊 所以看起來也很棒 我下次想要去試試看 IMAX或者是4D 我原本看大家都跑去看 雷神的IMAX 我有一點點心動 可是我 沒有看前面 雖然我蠻喜歡 那塔利波曼的 可是因為沒看前面 我就對 可能對雷神 還沒有起興趣 所以應該是不會去看 我很想去試那個 聽說有一個影城 它不是有那種 很高級的沙發座嗎 我來看一下柯南有什麼歌 而且我這次去看柯南的時候 有意外的遇到我的國中同學 超荒唐 就是大家都是基隆人嘛 然後居然在台北金站衛秀 同一間 同一個廳遇到 美麗華友 雷神是一部好的搞笑片 真的假 我只想看那塔利波曼 所以我後來就想想算了 算了 喔是喔 那個沙發椅是兩人喔 我以為沙發椅有一個人的耶 那我 也是可以約我朋友一起去享受 如果柯南看那個 情侶約會專用 沙發座 會不會 睡著 但這次的柯南應該不會睡著 之前的我有一度覺得 真的是不太需要去電影院看 聽說最近還有按摩椅的聽 到底看個電影為什麼這麼享受啊 兩個人併在一起 中間 可是如果擺東西 我就不需要 因為我看電影 不太吃東西的 謝謝玉的購買氣球 我是覺得還好耶 我買票 蠻便宜的 我買的票 260 所以我覺得還 比之前好看 生日快樂贏政 是不是今天 是不是今天 欸 上次說 10 欸 16號還是14號 我 我沒有帶 我沒有帶我的那個 恐怖小本本 就是今天 對不對 生日快樂 耶 結果我意外的 把直播時間調到了 你的生日當天 啊 CC去補習了 好多人 好多人 都七二生喔 生日快樂 紅衣哥 明天生日 請問今天可以跨日嗎 好 嗯 如果我一路把我的平板帶去上班的話 就可以 生日快樂 好我們來唱一下吧 好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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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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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7月3快 7月3快 超多人的 然後現在剛剛的什麼 洪毅 CC 哇已經6個人了 這段時間怎麼那麼多人 生快 大家生快生快 生日大快樂 其實這個4個 時間生的話應該是 什麼做 現在這個時間 我忘記跟 我們家 親愛的阿弟 說生生日快樂 還是7月生的 哈哈 還是7月的孩子 巨蝎 巨蝎做 阿弟生快 做阿弟生日快樂 好我來來來來 阿弟生日大快樂 嗚呼 嗚呼 阿你什麼時候要來教我 跳路嗎 阿弟有抽到我的生日影片嗎 那要看一下我有沒有空拍給他 哈哈 教授心如貓 嚕起來 有準備禮物給阿弟嗎 嗯 我們每年都會一起送 就是跟 廁所門 學生時代無法再學校輕生的人 暑假時間 我覺得這次柯南主要會好看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爆破這個東西 爆破本來他就是 吃特效嘛 那爆破本來就比較會有震撼感 阿你在電影院要看什麼 就是要看震撼感阿 所以基本上這一次的爆破這個主題 就已經壓對了 就是很適合在電影院裡面看 可是我覺得 請問他在場有新藍派嗎 我雖然 很 知道 這個 新藍的CP線 阿 可是呢 你有事沒事為什麼要喊藍阿 有什麼問題哈 喊小藍怎樣 他來救你嗎 自己想有辦法 然後 嗯 就是看電影院的時候 我是這樣子的反應 哈 什麼好看不是因為有松田跟安氏嗎 松田真的很帥耶 松田真的很帥耶 不爆炸都不好意思說在看柯南 新藍跟柯安是沒有抵觸沒錯啦 對 但是我真的是覺得 哈哈 松田 對啊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我這次又跟我的朋友去看 我們已經 我們好像沒有連續約八年啦 但是從我們第一次一起看柯南 到現在已經八年多了 然後反正就我們一起去看柯南 然後那時候呢 就是小愛說他會俄語嘛 然後柯南就是一看也會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跟你說 待會柯南一定會開口講俄文 你相不相信 他說 可是真的嗎 這樣就是 就是聖幽還要學那麼多語言 我說沒有啊 他就是在夏威夷一次學的啊 他說他有講過嗎 哎呀 你這就不懂了 夏威夷可以學很多 神預言好不好 神預言 夏威夷可以學很多 問就是夏威夷 在哪裡學的 問就是夏威夷 你是不是都不喜歡男主的正期 對 我多數時候不喜歡女主角 夏威夷真的好厲害啊 哈哈哈哈 夏威夷 夏威夷 點夏威夷 是不是 面面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也去了一趟夏威夷 但是 反正我覺得這一次呢 主要的松田真的很帥 就是 那一段真的太棒了 我就說 就是高木松田那一段 真的是 超級棒 我就覺得 那一段的高木 是目前為止 起今為止 最帥的高木 很棒 對 我還要說 其實我不是妥妥的安氏派 我基本上會覺得 喜歡安氏是0的執行人 那個時候吧 然後 等一下 安氏透跟刺錦秀衣有一場很帥的PK 是在 是在哪一集啊 我有點忘記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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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滴滴 我的心一直都是小哀的 我心中直裝的下灰原哀一個人 啊 純黑的惡夢啦 就是刺錦秀衣跟安氏透那一段 我真的覺得那段 安氏透被寫得太像小屁孩了 雖然很能理解他們之間的絲綢 可是就是 真的 我一向都覺得高木不帥 我真的覺得高木還好 雖然說 就是能理解他令人心疼 跟他的執著 還有他那種 一點點木嫩的帥氣 但高木真的完全 不行 佐藤比較帥 佐藤太帥了 然後 這次的松田 我覺得主要是 因為他就是 早就已經先 拜拜了嘛 所以他整個 劇情的塑造 他真的是太帥氣了 松田還有什麼不行 我剛剛藏高木的表情 我沒有藏高木 我藏松田呢 高木也是有帥的時候 對 我覺得安氏透跟刺錦秀衣那段 就是純粹為打而打 而且在摩天人上面 真的是有一點好笑 所以那一段 我妥妥的佔我的一個 刺錦秀衣派 所以那個時候 我真的覺得刺錦比較帥 可是安氏透後來在 林的執行人裡面 真是表現得 非常的讓人 戰獄有家 家喻戶曉 覺得很帥氣 所以那段時間 我就自稱我自己是國家 謝謝各位 你說松田的毛泰卷嗎 我一向是卷毛派的耶 請大家不要去燙卷 我說的不是現實中的卷毛派 我還是喜歡小愛 我覺得我好心疼小愛 我很早就愛上小愛了 大概是在貝克街的亡靈那個時候吧 就是貝克街的亡靈那一次 奠定了我絕對的小愛派 就是對 安是 不是因為公安跟FBI的關係 本來他們就有那種 就像公安其實跟警察也不好 反正就是他們 他們彼此之間的領域 有一點點交集的時候 一定是會互看彼此不爽的 所以公安就跟FBI有一點 對頭你知道吧 所以對 或有微妙 所以我能理解他們兩個之間的不OK 但是實在太屁了 那段暗示實在太屁了 我就不行 白鳥 白鳥我真的不可以耶 白鳥景觀的好微妙喔 他的設定好奇怪 對啊 我一定會心疼好幾年的 我在等新蘭什麼時候結婚 小愛我就直接帶走了 謝謝熊大的白氏可樂 還有剛剛那個是什麼 那個鈴鐺 刺錦白鳥 松田都是捲嘛 所以刺錦秀衣跟松田超級紅的啊 頒獎景觀還不夠帥啦 下周本來就好 好啦好啦 去燙捲去燙 去燙 一定很帥好不好 小愛用你的 不行小愛一定會選我 那不然 你告訴我 請問 請舉出 小愛在貝克街的亡靈裡面 最圈粉的那個point是什麼 他在貝克街的亡靈裡面 有一個超級超級棒的那個punch的點 這就是我愛他的證據 但是下一次就是雪莉了耶 暗示本來就是五人組之中 最中二的行動派不是嗎 小愛跟刺錦啊 帶個p 帶什麼 那個帶是什麼意思 封建每次都要出來彈耶 對啊 基本上封建很神耶 這還要穩就那裡吧 你說啊 你說啊 告訴我啊 不然你告訴我 你喜歡小愛哪裡啊 哼 也只有那裡了嘛 沒有只有好不好 整個貝克街的亡靈小愛 都超級上線的 唉 我真的不是新藍派 這就是我不跟李嘉莉去看柯南的原因嗎 哈哈 李嘉莉就妥妥的新藍派啊 我不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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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沒有對新一 心動過耶 從頭到尾 但是我是基德派的 就是 我覺得基德可以 基德的p 跟中二度可以 但是新一我不行 明明他長得 差不多 王林救新媽的部分 救新媽是什麼 他就是主線除對 李嘉莉一直以來都是喜歡男女主角型 就是 他都會最推那個 最大眾的 但是我本來就是一個不愛大眾派的人 就是 如果是 偶像團體 我也不會想要推Center 然後就是不會想去推最紅的那個 然後 如果是漫畫的話 我一定會覺得男二比較帥 然後或者是 明明女二的個性就更可愛 之類的 我永遠就是不喜歡太官配的 喔 荷葉荷葉我可以 評刺跟荷葉 這我就不喜歡大眾派了 然後 尤其是新一跟小蘭這一隊 真的是完全全的沒有打到我 還有一個很奇怪的點 就是為什麼要在 電影版 立一個 小 就是 新一未來一定會取到小蘭的這個flag 因為他們之間其實 我只能說 不能說 不能說 無心電感應 只能說彼此毫無交流 他們真的是 這是一個什麼 什麼心靈之間的 這個 要有多大的安全感 才能完全接受 一個就是號稱已經在一起了 就是已經是男朋友的心意 然後完全沒有電話聯絡 結果不知道人在哪裡 結果柯南每天都跟我說 啊 這是新一哥哥告訴我的 一個人可以消失的如此之久 啊 對啊 我每次都在想 其實你們兩個不熟吧 他們的時間只有不到一年 OK 就是 對啦 從頭到尾都沒有 從頭到尾 新一就消失的那一下下而已 因為柯南沒有長大過 他們就是 所有事件都是隔一天隔一天發生 昨天死另外一個事件 今天又是死另外一個人 我覺得他只是在裝 不知道柯南是新一 哼哼 卡通裡面消失可能不到一個月 然後每個月 每個月連續死30個人這樣子 一年內365位 超級恐怖 每次都搶到紅包袋 空的是不是 加油 下次一定可以 手術 手術加強起來 對 日本人口銳減啊 真的是 我一開始看到佐藤警官的那個 就是 婚紗服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邀請了柯南 我就想說 拜託不要 有喜事 我們還是先緩緩好不好 那個 柯南的紅包可以倒 但是柯南人可能不用倒 這樣子 死神級別 好 但是所以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我心中的第一名 永遠的No.1就是 我們的 灰圓哀 灰圓哀同學 我之前貝克街的亡靈 愛上他是一個原因 就是 他們貝克街的亡靈的那個 故事主線有一點點刀劍神域 反正他們就是一樣坐在那個蛋裡面 一顆蛋 然後他就是把意識裡面放進了 那個算是什麼 呃 就是遊戲裡面 那個叫做什麼 呃 把它放進 對虛擬 算是虛擬實境 但是 對那個 放進一個虛擬的 城鎮裡面 對 除了跟他說不能放棄之外 他幫柯南擋了一槍 呃 元宇宙 撿 反正就是他們跟 就是他們進去了一個虛擬實境裡面 呃 然後 他 那個實境就是 你只要在 遊戲裡面 死掉了 就是無論用什麼方式 只要死掉了 你就會 你就 遊戲就game over 所以你就會 你就會醒來這樣子 可是你 現實不會死 現實不會死 他就是很像刀劍神域的內容啊 就是整個 整個邏輯是一模一樣的 反正他就是說 就是會game over 但是因為 在裡面發生了 一些案件 所以 小I為了保柯南 在裡面 能夠找到 他們要找的東西 他就為了他擋牆 超級正的 對 刀劍是會死 啊但是 那個 現在的柯南 還沒有寫心動的程度 刀劍的會 刀劍的會 不是設定沒人完成挑戰就會死嗎 欸 那個 柯南的是這樣 柯南的是這樣 但是 欸 這樣沒有爆雷吧 他應該有寫吧 有寫在那個大綱裡吧 我說的是被射到不會死 不然小I不一定會去擋槍 有柯南在怎麼可能會失敗 但是 那個什麼 除了貝克街的亡靈以外 還有一部是 呃 它是 它不是電影版的 就是有一段真的是 奠定了我是可哀黨 我真的是妥妥的可哀黨 就是 有一段 小I還是非常 非常懼怕 那個黑衣組織 所以他 在雪地裡面 想要直接在爆炸 被裝了計時炸彈的 公車上面自殺 然後 柯南不顧一切 衝進去撞水玻璃 你把它帶出來 那一段 我就電力了 我這輩子都是可愛黨 呃 是可愛還是心愛 呃 我可愛派 可愛派 因為如果是 新一跟雪莉的話 我覺得他們 這輩子應該是 沒有什麼機會 因為進展的這麼接近 他們 就是遇到了同樣的事情 才有辦法 以一個 我們經歷過一樣的事情的角度 去 互相的 理解對方 所以我覺得 很棒 不然他們之間是沒有交集的 而且我覺得雪莉 如果 在雪莉的角色上面 他應該沒有辦法這麼理解行儀 因為他們兩個的個性 一定是極為的反差 所以很棒 柯南只是要拯救黑竹子的線索 沒關係 他能夠捨身這樣衝進去 我覺得這就是他對小愛的愛 而且有一段明明試圖 有一點點展現小愛的情愫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不知道青山鋼艙到底有沒有想要 管這條線 就是我記得之前有幾次劇場版 有一點點感覺是小愛其實有喜歡柯南 一點點就一點點 然後 你們記得大概 可能十年前左右 十年前左右的 名偵探柯南跟麥當勞的聯名嗎 然後他們有一個周邊商品 也是很明顯 知道不美喜歡柯南 然後小愛有一點點跟柯南有一點關係 我忘記那個周邊是什麼了 反正就是在那個 兒童餐裡面的周邊 喜歡也只會到那樣 對小愛一直都有在透露 但是 他知道就是這樣 他知道他就是只能欣賞這個人 然後 他就是喜歡這個人 這樣子 但是他就知道僅此而已 就是 雪莉是一個 是一個成熟的人 我喜歡他 不美 真的 Ayumi還是算了吧 你們知道那一段 有一段就是因為 他 不美 誤以為 他喜歡小愛嗎 還是什麼狀況 反正就是 反正不美誤以為他欣賞捲頭髮的 女孩子 所以不美就跑去燙了捲髮 對啊 小愛就真的悲劇角色命 我之前曾經 心 就是在 在路上逛那個書局 然後就有看到小愛的設定集 我一度有心動想要把設定集買回家 因為小愛真的 但我覺得我很欣賞他的原因 是因為他真的太有料了 他 可以冷靜的去處理很多的事情 而且他也絕對的相信柯南 也絕對的明白柯南想要表達什麼 他們之間的默契 才應該要進展成下一步啊 他一句話 小愛就知道他要幹嘛 他丟一個袍子下來 小愛就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 這才是真愛 你在那邊 小人 然後在那邊 是新衣的聲音 請問這可以解決任何事情嗎 不行 難道新衣有就是被小人救到嗎 沒有 明明就是小愛才在那邊 在那邊 那麼努力 你看 下車飛奔就為了幫他送道具 在博士家努力的電腦 用電腦就是查資料 就是為了幫柯南解決線索 你看看 小愛才真的都是障礙 小愛才是出最多理的了 他就是佔有 自由 跟愛人啊 好生氣喔 因為遠遠過過帶我去留了 帶我走到遙遠的以後 好的 我是真的很生氣 然後我每次 我每次在電影院裡 就是因為我好幾年都是跟同一個朋友去 然後我們都是妥妥的 積德派 然後 跟 可愛派 但是他沒有站這麼穩的可愛啦 就是他不排斥新蘭 但我排斥新蘭 我沒有不喜歡李嘉莉的意思 然後反正就是 我們一起去看的時候 基本上他就會知道我在哪個地方會很激動 他只要知道小蘭一出現 他就會瞄眼我 然後我就跟他說 好嗎 繼續看 對 啊 對啦 我朋友主要是科技派 他是站穩穩的 新衣 跟基德 新基派 好 明明小愛就該進水樓台啊 怎麼沒有先得月 好了我念榜 我念榜了 我好生氣我要念榜了 大家我是妥妥的小愛派 小愛做什麼我都愛他 我就是 我就是愛他 我來看一下我們來播那個 喔 第十一位 第十一位 嗯 第十一位前鋒嗎 那個時候是煩什麼 內部是我第一次 包場看了 名偵探 因為基隆沒有人 沒有人在看 我覺得戰力的樂章也很好 很好看 第十一位前鋒 好了我要念榜了 我要念榜了 新衣跟基德應該要一對啊 好不好 對啊小愛還很努力的在研發解藥 好生氣 沉默的15分鐘很緊張 反正就是一對炸彈 今天的第十五名 喔喔 謝謝 CC 她的個性簽名是你猜猜欸 我猜 我猜猜 戰力的樂章 鷹翅為啥會有絕對音感 喔天空的劫難船 是天空的劫難船 是天空的劫難船 沒有沒有沒有 銀翼 銀翼的 銀翼的奇術師 還是天空的劫難船裡面有一段是 該站穩基德跟柯南的那一半 那一派 是哪一幕 反正就是 柯南跳下去 然後 基德就很帥氣的 開華相遇去救他 那才是妥妥的愛好不好 天空的劫難船 要認真的拯救到 我跟你講 我目前為止有印象 小蘭真的有救到人的話 應該就是 夜火的向日葵吧 她有用到她的能力 但是夜火的向日葵真的是很硬要給她一個戲份 我 沒什麼話好說 可蘭做得到了 她只是被逼迫需要小蘭而已 對 記得喜歡的是可蘭 哈哈 好啦好啦 有啦 有啦 小蘭有用啦 可是這樣 我還要生氣一件事情 就是反正有一個是什麼 給什麼心意的挑戰還是什麼 反正是小說 然後裡面有一段就是小蘭被抓 然後在冷藏褲裡面吧 反正就是快死掉了 然後我就想說 妥妥的女主角命啊 嗨嗨 嗨 哈生嗨 嗨嗨 嗨嗨 不是喔嗨嗨了 嗨嗨 對啊就是女主角哪一次不被抓 女主角命就是會一直受害一直被抓 一直受害一直被抓 還記得那個嗎 死神的女主角 就是最後跟黑奇互在一起的那一位 我就不提名字了 生氣兔 生氣 again 今天的第10視頻是我們的 志偉哥 謝謝 謝謝志偉哥 井上之雞 我也是不理解 美雪我反而還行 我不知道我覺得美雪給我的 那個好很多 你看你看你看 死神不論他是女主角 林楊也不論他是女主角 為什麼 我最後是他 但我也沒有覺得 醫護一定要跟露奇亞 但我只是不能接受井上之雞而已 其他我都還行 就像後來露奇亞跟戀刺 我也還能接受 今天的第13名是 林楊 謝謝林楊 不是喔我是台灣人 跟白哉 小木白哉 帥氣 我也想要抓那三條 今天的第12名 是一隻魚 也是一瓶醬油 謝謝我們的 冰魚醬油 好玩喔 對這是柯南的歌 柯南 我記得之前 就是那個什麼 哥哥牛蛋喔 然後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哥哥的角色 就是柯南 然後我因為 因為那部戲很喜歡那個Junior 結果 他後來就離開建立室了 因為那一部哥哥牛蛋的那個 假扮柯南的那個 好像叫做什麼 反正他就是多了一個音 我忘記了 我忘記他叫什麼了耶 我忘記他叫什麼了耶 他的音好像有比柯南多一個字 今天第11名 面面直播辛苦啦 今天忙完玩子頭喔 還有 感謝你上次的無樂不作 聽說你跟一雲去吃甜點 應該很好吃吧 還有 我很喜歡你在海邊拍的照片喔 我覺得 和床甜點的蛋糕應該會 比其他的食品好吃 我吃他的蛋糕我覺得很棒 可是 其他甜點我自己覺得還好 期待明天的MV 是嗎 有要上了嗎 明天的MV 大家準備好了嗎 明天刷起來 明天刷起來 只因為喜歡你 沒什麼道理 當然是你跟我們 我噴了一堆 就是我 我噴了一堆那個 我不是說我買了那個嗎 房文藝 很有用喔 謝謝博承 請期待我跟你說 聽說 聽說 就是劇姐姐們說 他們看完之後覺得很棒 他們說很美 聽說非常值得期待 很難得給了一個這麼 這麼大的一個feedback喔 大家準備好了嗎 喔 未看先猜老闆有唱開頭的兩句 那你明天猜猜看囉 哪次不期待 神曲的MV耶 有沒有 嗨 原來未拜拜對我還沒有 還沒有下 我還沒有下班 難得這麼正面 要相信一下大家的眼光 你們還沒看過 我們當然要跟你們一樣 有那個啊 新奇的感覺 期待的感覺 哪次不棒啊 說出來啊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們局組 這次會是最棒的 每個人ATOR 可以這麼有 кривまた 可以這麼有自信嗎 應該會是最棒的MV吧 WACKWACK 好啦我繼續唸吧 今天的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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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名 真的很喜歡你啦 這時候有討論吃的 剛剛那個算是討論吃的嗎 餓爆 剛剛講到的全部都點一份來吃 我剛剛 我剛...我剛講到了你全部都要點一份嗎? 那...那...那你還記得什麼東西爬進箱子裡嗎? 那個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口感應該是卡蹦翠啦 你試試 上個...上個一部是什麼啊? 喔!是寂寞的魔術師耶! 讚! 引爆摩天大樓 好...好久了喔 彈紅的練歌的歌是不是很好聽啊? 啊!我知道你們剛剛講眼睛的那個是什麼 瞳孔中的暗殺者嗎? 那個很脆! 那...那我就等你去找那個囉 那個...卡蹦翠聽起來很好吃的那個 今天的...第... 啊...啊... 第十名勝贏! 耶! 耶! 啊... 感情之球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這一部的歌還好 是上一次 上...上一部柯南是什麼 上一部柯南是什麼 上一部柯南是什麼 可以... 柯南... 2021 2021的那... 匪瑟! 匪瑟! 匪瑟的彈丸我記得是歌很好聽 是不是啊?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的... 還好 匪紅的彈丸 我是不是覺得歌很好聽 但是我現在這裡找不到 我好像只找了... 零的執行人 偵探門的陣魂歌 被各界的亡靈 好吧沒有 算了 我記得上一部的很好聽 純黑的惡夢 有詐騙... 詐騙總集 沒有...沒有歌 今天的第九名 今天的第九名是... 沙魯還在上班嗎? 沙魯 加班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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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班仔 你今天... 你今天有成功沒有加班嗎? 我只記得後面兇手 有被秀吉的智商給壓制了 跳整首了啦 這個嗎? 喔喔 你說沙魯 好啊 跳整首了吧 可不可以讓我做你女友 強硬 搬進你的心 雖然是分任性 或許一點好良皮 還看望你回應 登... 很可以 很可以 沙魯你可以... 你可以挑了 大家都答應你了 就是... 關於你的告白 下面都OK 對 好好 我就是念 因為我要去吃晚餐 我很抱歉 我講太多了我的事情 謝謝沙魯 謝謝沙魯 一週年的特別企劃 我看得很開心 那十分滿分 我覺得有幾分 我覺得應該有這個驚喜程度 還有再加分 我覺得應該... 應該有個九分 但是... 最後這一分呢 就是... 時長有點太短了 我就不勝滿意 哈哈哈哈 啊 還有 還有還有Wink 我要求 強烈要求 下次沙魯要Wink 你沒有Wink啦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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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歌的精髓 是Wink喔 有機會 有機會 謝謝沙魯 耶 今天到第... 第八名 第八名 最近有好多快期待的事情 期待但是新歌期待的如果 期待變演唱會 不對這個沒有特別期待 只會哭得特別慘 還是要期待啦 大家都精心準備了 對吧 總之 滿滿的行程辛苦了 別忘了要做過好身體喔 綿綿加油 生日快樂 生快 記得隨身期待 很多很多的微生紙 啊 不要哭得太醜喔 你要保留一點帥帥的形象 給斯亞看 生日快樂 大家 大家 忍住大家的淚陷 啊我們在台上哭醜 沒關係 我們不需要給斯亞看漂亮的樣子 今天的第... 今天的第七名 今天的第七名就是 我好久沒有吃到芥末了 謝謝芥末紅茶 我是不是很久沒有吃壽司了呀 感覺有一點 今天的第六名 今天的第六名就是 哈哈哈哈 這應該...它為什麼是寫面面派啊 應該要醬油派不是嗎 醬油派 面面派醬油 比基尼 你知道這次 這次我們穿的比基尼啊 又剛剛好叫做熊之工作室 所以熊熊配比基尼配熊之工作室的比基尼 你聽起來超級合理的呀 雖然我不是在業配 但是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謝謝我們的比熊哦 哇 謝謝比熊 你 哇 咻咻咻咻 比熊 這次 我是不是該開始慢慢發一下美人魚的業配了 因為我這幾天在台南 我就沒有沒有花時間修那個 那個 那應該叫什麼 七月泳裝 我記得我那一天 為了出發台南 結果我就前一天 欸?前一天還是前兩天 反正那時候就很累 最近這個禮拜的上班時間比較不固定 我相信你們應該有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修一修修一修 然後一發完我就陣亡了 直接睡到一個天亮 雖然我不是初學家 但這還是挺棒的對吧 今天到第 第五名 再給我五分鐘 讓我切一下紅線 終於下班了 本來以為今天看不到直播了呢 本來還想去吃某心奶 吃個什麼 柏根地牛肉 舒芙蕾歐姆蛋菊飯 補充老闆能量真是有夠長 那實在太累了 體力減90 只好改天下去啦 上班要加油啊 換我幫你膽氣啦 一直一直都是愛你的喔 我想問一個問題啊 就是 就是 正常上班啊 像是感覺富惟哥很忙很忙 你們的休息時間有比較長嗎 就是因為感覺你們的上班 時間拉得很飽滿 然後感覺分內要做到的事情又很多 真的 沒有 休息時間沒有 當然是 沒有啊 好的 自主加班 各位加班長 加油 我現在也是自主加班啊 對吧 我也很棒吧 我是個成熟的 我是個成熟的上班族了 新年富惟哥好 這就是社會人啊 今天的第四名 今天的第四名是 我們的 我們的 員館館館 謝謝員館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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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 今天有第三名咧 今天有第三名是 嗯... 等一下 這個頭貼是怎麼來的 是影片嗎 合照會的花絮還是哪裡 因為... 只因為喜歡你 所以在這裡 因為喜歡所以明天轉時收看咪 因為喜歡所以DW 雅恩值得你擁有 我這次不敢帶DW 下去台南我怕我會刮滑塔 直播辛苦了 而且你知道就是去台南真的太黏了 結果我後來我帶了很多 想說要帶飾品 結果後來因為太熱太黏了 我最後都放棄了 謝謝我們的 玉恩 帶了個寂寞真的 空虛寂寞 我還帶了一堆綁頭髮 但是最後決定就是全部輸上吃 今天的第二名 因為AKB48的蔡好恩才出沒的 真的假的 為什麼 我有發現光婷是 最近幾集直播 才出現的人 然後我上次問了他 是不是很久了 對不對 就是你吧 所以他這樣算新粉絲還是老粉絲 我感覺他按那個動態是挺久的 今天的第二名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以及為了AKB48的 雅恩才出沒的 倍感榮幸 有沒有過於浮咖 浮咖浮夸 謝謝光婷 好嗨 我真的 其實覺得 有從我們最一開始時期到現在 留下來的老粉絲 說真的其實數量是 蠻稀有的 真的很稀有耶 你各位啊 你各位 年資要越來越長的吧 今天的第一名 最近回顧了老闆在街上拍的照片 老闆好美啊 可惜中山路橋拆掉了 明天有重要的面試 想得到老闆的祝福 明天明天 這麼突然嗎 明天 禮拜五 好 希望小安明天 面試一切順利 對答如流 跟蔡面面一樣 滿嘴跑火車 讓老闆看上你 覺得你的才能優秀 覺得你整個人 就是要你 非你莫屬 你就是他心中的最佳人選 YO 真的 滿嘴跑火車其實是蠻有用的 哈哈 不用 謝謝小安 好嘿 欸沒有 我跟你說 我在面試上面 其實還是挺有 信心的喔 跟你說 就是最近 最近就是考試潮 然後再加上就是 欸但是最近可能沒有 沒有面試 因為 聽說高中現在考 這個叫分科考 就是類似我們以前的指考 然後 他就是變成 不用像學測一樣面試 但是我對學測面試是有自信的 我有面試的都有上呢 對吧 然後分科考試也看完了 哈哈 看起來完了 反正就是分科測驗 但是因為分科測驗不考國文 我最有 我最有自信的 就只有國文跟社會 畢竟我當初是國文頂標 然後社會前標吧 但是反正其他呢 就 不是很好看 所以 希望大家 面試一路順利 耶 沒有任何關心 大家拜拜 好啦就吃飯了 要吃什麼好呢 要吃什麼好呢 來吃點什麼呢 吃點什麼呢 不如就來放個晚安吧 雖然不是晚安 晚安晚安 牛奶鍋 來不及了 來不及了 對啊 我感覺我都靠面試加分 欸能夠 能夠那個 能夠到面試的底線 也不容易吧 拜拜 呃 中山路橋沒有拆 但是基隆有好幾塊路橋已經拆了 我去的中山路橋是在 火車站後面 就是舊火車站後面 旁邊有一條路橋 啊那個 就不是 拆掉的是前面 新火車站前的 所以中山路橋應該是還在啦 生魚飯 我不吃生魚飯耶 我不吃 我不太吃生魚 好啦 拜拜 大家see you 之後想想辦法把它黏起來 不然他好可憐喔 朋友 斷頭朋友 see you see you 呃 下次見 啊啊 忘記說了 下一次直播呢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也會換時間喔 呃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會是 我們都不能確定 也許可能 會是禮拜六的下午 嗯 應該也會是下午 差不多這個 五點的時段吧 嗯 禮拜六會改成下午 應該會是什麼 五點左右 這樣子 好啦 不哭不哭 眼淚似珍珠 沒事 見我的機會還很多呢 但是因為最近 最近 時間比較雜 就是 不是一件事情 要全部一次做完 就是有點 跳著跳著來 跳著跳著來 所以時間很 很不固定 夜封明月啊 我要跟你講 不是網倒 那張照片是主主導 是主導 還有 我這件事情很生氣 你們真的是在那邊 在那邊想說 看得到手錶嗎 欸 這是業配貼文耶 你們在那邊下面說 看不到手錶 哪裡有手錶 我是會被你們害慘的 你們欠兆 氣死我了 氣死 你們開始說 啊 天啊 人比手錶漂亮 氣死我了 出大事了 廠商眼裡沒有我啊 抓出來邊 抓出來邊 我這樣子就沒業配了 你們知道吧 大家以後就說 啊 找面面業配大家都只看 就只看其他地方 注意的點給我壞了 這個人業配能力不行不行 不找了不找 就你們 就你們 看看你們 罪魁禍首在哪裡 現場就有幾個 一堆人給我留這個言 你們 你們自己去卸罪 再見 拜拜 沒有 我覺得第三章 不行 但是竹竹很喜歡 所以我還是硬是放進去了 但是我覺得第三章不行 對 好吧 算了 就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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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硬竹竹要求 所以這次要感謝竹竹 就是因為竹竹逼迫才會很像照片的出現 拜拜